大家好,我是红贺 欢迎大家关注近日头条 关注红贺脱口秀 今天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先聊一聊这件事情的经过,好吗 事情的主人翁之一 是具有创业教母之称的王立芬老师 以及他所开办的这家牛逼的公司 叫做幽迷网 主人翁之二是90后的一个他的员工 核心员工 90后的孩子从农村出来不容易 然后考上了大学 经过奋斗 上了教母创办的这家优米公司 这个孩子亲文诉说 有三个关键词 我们就说这三个 第一个教母王立芬老师的微博 和他社交化的很多东西都是因这孩子给写的 这也很正常 因为现在不是教父就是教母 他们哪有时间写这个东西 就包含咱们现在看金字头条 那些大咖的文章都是找一些大学生代笔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 哪有像红贺这样傻乎乎的 每天拍短视频写东西 第二 人家孩子要结婚了 请了假了 总之吧 没有让这个教母开心 不满意 旷工了 交给人辞退 辞退就辞退了吗 按照国家的法律程序来走吗 该无险一金的 该什么的 你该补的 你都给人解决了 你好我好 大家好吗 必然是从情的角来讲 你相当人家的母亲 你是教母吗 从这个事的角度来讲 你得符合法律程序 从这个意的角度来讲 人家跟你打过一次功 你像红贺创业了 我赔了 赔了也得优先 把我们的工资 把我们的员工 甚至把我们的供应商 把我们代理商的事情 全搞好了吗 你搞的关系这么臭 人家就说 你说你这个教母没有个大样 你怎么面对 你身边那些号称那些粉丝 你如何来面对大宗创业 这些大宗的创业者 大学生 你如何来面对媒体和央视 那些牛逼惶惶的那些光环 你这不丢份吗 是吧 结果这孩子就很委屈了 第一 你没有给我补助 第二 你还让我签订什么 自动离职这样的申请 你这不套路我吗 第三 我没有别的 我就想保证我的利益 说法律上 这个劳动合同上 怎么个走法 是二N加一还是一N加一 这个无所谓 这个制度 你就按这个制度给我补偿就行了 但你不能说找一个这个理由 说矿工了 没打卡了 你就给我可可工资 连一个月的工资 你都给我发一半 更何况赔偿的问题了 你这些所谓的小知以情 我粉丝多动之以理 你这孩子你就不长着什么心 你看看人家这个是教母 在未来的路上 人家多提拔你 他点播一下 你这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人家不傻 我跟你打工 跟你卖命 你都这样对我 现在的话 我跟你闹僵了 你不祸害我 那就阿弥陀佛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孩子说了 说我现在不行 我得要我这应该要的 我没有什么非分的想法 说了很多很多生理俱下的 都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一个底层的人民 在诉说自己 爱怨像小女孩一样 爱怨 我只是弱势 我说没必要这样 第一 以一个经营者 一个经营主的角度而言 一个孩子不容易 我们都有我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一定什么 一定先把我们应该给他的东西 给他 说好了 我先给你东西 说你现在说矿工也好 没打卡也好 这些都不是问题 好了 我把你想要求的东西给你了 给你了 但是我要给你教训一下 你不能你先教训 你不给人东西 那不就变成什么变成 你所有这些讲道理 所有这些教训 都是为了不给人家东西 就差那点钱吗 我认为不是钱的问题 还是心的问题 既然你不差那点钱 就应该有一个不爱教母的心呀 现在云这孩子 大量的来什么呢 来找这个诉求 说能不能帮帮我 那个我今天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发这个视频呢 我也想对所有所有的什么教母教父来说 我们都是从什么呢 孙子来做起的 我就是农村的孩子 我也被人家欺负过 所以这个孩子跟我共鸣了 第二什么呢 当毛熊创业自杀事件的时候 你发了一篇文章 你写了一篇战友穴刀馒头的这样一个事情 让我们很伤心 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创业者多难呀 毛熊自杀之后 多少人能够暗暗的流泪和哭泣呀 你做一个教母 你说出那的话 写出那的公众号 还说这个点赞还不错 这文法分发量还不错呀 最后你道歉了 那只是形式啊 是不是有理由相信那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这个孩子写的呢 所以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些资本市场的人 这些创头领域当中 这些教母教父们 也能够像我们这些大众的这些创业者一样吗 说实话 办事事 交实底聊时可 资本市场的寒冬来了 能不能够别优先的保护自己割别人的韭菜呢 创业事业潮来了 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你也是一个创业者 那么能不能够把我们这些工薪阶层这帮孩子呢 先什么呢 先想一想 分设一点 而且人家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面我非常理解 做我们这行特别是互联网的 做有关于智慧和价值的 特别是原创 给别人当助理这些谁打卡 我上班的时候从来不打卡 因为我加班的时候没人打卡 我做策划公司的时候 我经常凌晨回家 凌晨回家 我开的车可害怕了 毛骨悚然的 因为路上一辆车都没有 我凌晨回家的时候怎么打卡 那么我五点半下班 或者说我六点下班的时候 我八点下班的时候 那么这四个小时 谁给我寄功劳了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互联网的工作 打卡都是扯淡的 都是君子学艺 说黄克 你要只要把这些事情我干了 咱不用打卡 但是现在你说你不打卡 你只是打了半个月的卡 人家这个孩子就很委屈 说王立芬老师 你不能够这样闹吧 这是一个行业的特质 而且我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 我就想解个婚 请几天假 或者说结婚的过程当中 可能把工作耽误了 你给我换个岗 调个岗吧 是不是啊 别说结婚的问题 就是人家产假了 人家跟了你 你也不能够这样对待人家吧 不差点事 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能做得大吗 你配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母吗 你连一个母亲都不配 我是红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同时我也是一个农村大学生走过来的 我也是一个创业者 我也成为老板 所以将心比心吧 人字之间是一个心 咱们往上一说吧 那叫法律 你得遵守它 你想一想吧 往下来一说 叫良知 中间是个道德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没什么可说的话 好了 就聊到这吧 拜拜